第二場半決賽 大家看就是由八一 八一大商俱樂部 對山東魏橋創業俱樂部 那麼現在看到的是第一階段的比賽 八一是排在第一 寧波排在第二 山東魯能排在第三 山東魏橋排在第四 那麼根據前四名的情況來 捉對自殺 捉對自殺就是寧波海天 和山東魯能 來爭奪一個半決賽 那麼結果是寧波海天取得了勝利 所以說今天這場比賽 到底誰能夠勝是八一大商勝 還是山東魏橋勝 就將和寧波海天 來爭奪本次比賽的冠軍 現在大家看到是 雙方的出場陣容的情況 今天出場的情況是這樣 首先第一盤 就是山東魏橋創業的梁敬坤 對八一大商的周凱 第二盤是山東魏橋創業的周啟豪 對八一大商的梵振東 第三盤是雙打 崔敬磊周啟豪對周宇和徐晨浩 第四盤是雙方第一主力交鋒 就是梁敬坤對樊振東 第五盤 是崔慶磊對徐晨浩 我們現在來看第一盤的比賽 這個梁敬坤是來自河北唐山的一名運動員 這個運動員在這幾年的表現 還是非常出色的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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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对梁敬坤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就是梁敬坤除了要第一盘拿下来以外 另外一个就和他要和梁敬坤 要一争高低 我记得曾经他和梁敬坤在比赛中 也有过打得非常艰苦 给梁敬坤造成很大压力的时候 但今天的表现如何 就要看他后面的体现 现在一上来周凯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周凯是比梁敬坤要大级岁 他是2013年世界青年团体的冠军成员 在2013年的全国锦标赛 青年锦标赛中他也打过第一名 梁敬坤今年只有19岁 是2013年亚青运会的男子单打冠军 也是世界青年锦标赛团体冠军的主力成员 你看他这个身体状态非常的不错 这个跟这个梁敬坤有一项 打法上有点相似的地方 都是比较力量比较大 速度比较快比较重 比较凶的运动员 这是八一队的教练范长茂 还有就是前实际坤林王浩 这是魏桥的主教练尹萧 也是国家队的老教练 山东卫桥也是去年刚刚进入到 中国乒乓球超级连赛 但是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已经进入了前四年 他们现在是正在为自己的球队 进入冠军做努力 他的队员的年龄都比较小 像梁敬坤19 周启豪18 像崔庆磊稍微大一点26 漂亮 现在梁敬坤是6比10落后的情况下 要追4分 难度非常高 所以周凯来讲 这个时候当自己领先的情况下 必须要有所调整 要根据比分的变化 这球发的没有出台 现在又追回了两分了 已经刚才是6比10 现在到8比10 现在周凯发球 结果侧身反拉的时候 这个球位置不太好 机会 这个球呢 刚才是10比6领先 那转眼间连着丢了4分 这个非常可惜 但是所以周凯来讲 也不要想前面了 还是往前看 运动员要练出这样的本领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赶紧向前走 现在周凯又11比10 算是领先 好的 这是运气球 这样周凯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 就以12比10取得了胜利 但是在前面是10比6领先的情况下 被对方追回来 好在在关键时刻 还是把握住了战机 中央电视台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全剑2015 拼超联赛男子团体的半决赛 这是 本次比赛的 太极总决赛 这是在四川进行的比赛 你看这个球的处理上 你看出来有点问题 就是当球 他觉得要出台了 突然没出台的时候 从下边 往上面拿手臂的时候 这个动作显得比较僵硬 这是个运气球 王浩呢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 八一乒乓球队的将领员 他的三次奥运会的经历 包括他的纸板横打的打法 这都作为宝贵的经验 会传递给八一队的其他的选手 中国乒乓球队 也就是这样 一代传一代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周凯 曾经获得了 2013年世界青年团体赛的冠军 他也是全国青年锦标赛的 男子单打的冠军 那梁静坤 是来自河北的唐山 今年只有19岁 他是2014年世界青年锦标赛 男子团体冠军的主力成员 目前也是这个年龄段里 中国最优秀的运动员 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身体的特点 是比较粗壮 但是又不失灵活 这个就非常重要 因为要求呢 如果你只有这个强壮了以后 你才能发力 你才有这个好的速度 好的耐力 你看这灵活性非常好 这次的男子团体前四名 进行这个捉盗厮杀 其中有两个是来自山东的 一个呢就是山东鲁能 他们在前面的半球赛中 输给了宁波海天 另外一个呢就是山东卫桥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梁敬坤这个队 那这个队呢是刚刚进入到这个 2015年平朝联赛 就取得了前四名的成绩 确实不错 现在梁敬坤发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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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平凡球队南队的总教练王涛就介绍 8.1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年轻的运动员 现在几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这一批运动员像樊振东 周宇 徐晨浩 周凯都快速地成长 已经成为了非常优秀的年龄段的选手 特别是樊振东在这次的平朝联赛的整个比赛里面 他是保持全胜值 输了一场 就输给了张超 那么在这次的非常关键的比赛中 他是两胜 他是战胜了马龙 战胜了许多高手 漂亮 林生刚才这球呢是白短以后突然搓一个长 搓到对方的反手的底线的大角度 所以这个白短必然要和批长结合起来 这样梁敬坤以10比7 7比10 10比7领先 周凯发球 这样梁敬坤以11比7回进了一局 双方打成一比 第二次比赛 双胜都会一头刀 0比0 你看梁敬坤这个球啊 他这个特点呢就是力量大 上手凶 出去的球呢威胁很大 所以关键的就像梁敬坤这样的球 就跟这个 梁敬坤有一项 都比较凶 力量比较大 那么就是要 如果能够在打球合理性上 再逐渐的提高和完善 同时减少无位失误的话 那么这个球的前景就非常好 他和梁敬坤的这个个子也差不多 这个体型也很接近 打法也有一定的相向促 漂亮 你看这种球 上手的分量就比一般的人的分量要大 好的 好的 谢谢大家 河北省的男子平凡球的发展 过去呢是一直非常出色 在文革前的时候 我们记得是新庭李锦光 王文荣曾经拿到了全国的冠军 李锦光呢就是来自唐山 唐山呢在1976年发生了重大的地震 那么在地震之后呢 乒乓球一度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其实唐山呢和宝定一样 也出了很多的世界乒乓球的好手 特别是在前年的时候 霸州海润 河北霸州海润呢 是代表河北 参加了这个平凡联赛的比赛 结果他们是打了亚军 差一点打冠军 那么现在呢我们又看到梁敬坤 又作为一个苗子运动员 又脱颖而出 我们在这里特别 祝愿河北乒乓球能够出更多的人才 当时在女子的时候 梁敬坤 齐宝乡 李慧芬 曾经呢在 作为全国的冠军 也是世界上的 都是著名的运动员 后来有牛建峰 有白羊 漂亮 这个反手的质量 大家可以看到相当高 所以这应该也是 现在乒乓球发展的一个特点 就是强强对抗 你进攻 过去呢 现在你攻我一般是防 现在你攻我也攻 所以变在乒乓球比赛里 也是很重要的 说快准狠变转 这个变 其实也是一个核心的东西 只有不断的变化 对方才不适应 好的 刚才梁敬坤中路接的球 接得非常好 就这个球 本来呢是打到了中路偏正手 很难受的位置 但是他通过这个板型的调整 把这个球接回去 遗憾的是后面这边正手 反而是有机会没有跟上 有机会的 对方的 好 好 好 对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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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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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 正在研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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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订 这一两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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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